我讓你聽一個 只要紅不要鑽的部長 他在講什麼 國發會我們最紅的陳美玲 TPP 請問什麼叫TPP 這個是自由貿易協定 不對啊 什麼自由貿易協定 軟共 你也沒討論清楚 叫換太平洋什麼什麼 這是什麼 北美的自由貿易 北美的我查詞 東協史國是阿仙 可能你現在也不知道 要做國發會主委 我真的佩服蔡英文 大膽用人 永平 國發會主委 就是以前的經建會主委 那核習重要的位置 你是要當過政務委員 當過部長 你才能夠破壞台灣的經濟 那這種人 說實在話 我都不會想到說 我們的國發會主委 程度這麼差 這真的就像 大家民間講的一句話 你沒有嘗試 也看看電視好不好 真的TPP 已經講了多久了 講了多少人 不要不只我們節目 每個節目 而且美國川普上台 為TPP的事情鬧得有多大 全世界都要發瘋了 日本都快要抓狂了 他第一件事情上任第一天 就簽署說美國退出TPP 對不對 大家左反過來討論 右反過來討論什麼的 美中關係 台的關係什麼 那這個陳美玲 是路人賈一炳 他是沒有生存在台灣 也沒有生存在國際情勢 也沒有對任何事情有所了解 好 那這樣的人 你憑什麼給他做國發會主委 你給他放在內閣裡頭 擔任任何一個部會首長 都嫌非常糟糕的 結果你竟然把他放在國發會 國發會是什麼單位 國發會是對於國家發展的 未來的大政方針 要組織各種專家調研 各方面要指出一條 能夠對於未來趨勢了解的 找出的一個台灣 未來競爭力之道的 這樣的一個部會 然後弄成TPP不知道 弄成Asian港 講成是北美 人家明明是東南亞 東邪 就是這種組委 你真的會覺得很痛苦好 賴士堡也罵得對 他說蔡英文怎麼用人的 蔡英文他怎麼用人的 大家現在都瞭解 他怎麼用人 就是巴結的 不惜為了民進黨的未來 不惜說謊的 他這個經濟部的次長 被全國人民嘲笑 可是事實上他可能會紅 大家也不要意外 未來呢說不定他馬上就去做什麼 台電董事長啊 或者他又跑去高升了做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只要不要臉就會紅 對 因為他有臉說 有臉說整個台中火力發電廠 對於空氣污染 PM2.5的貢獻度不到1% 結果呢這次也不要說 如果是江啟臣打臉的話 還說啊那個來贏的如何如何 還可以呢 好這次出來打臉是誰 是你綠營的 你自己的市長林佳龍 那林佳龍為何非要打臉不可 因為林佳龍不能吞下去 他是台中市市長 他如果吞下去 這個經濟部的不實的謊言的話 那所有的市民都問他說 那我空氣污染 我的身體健康受害 不是這個火力發電廠 那你市長你要給我一個交代 是你控制不好你的這個車子 還是你控制不好哪些工業的廠 到底是怎麼樣 你要給一個交代 所以從台中市長的角度 他不能吞啊 他這件事情不能吞 那大家評評理 你相信台中市市長的 這個林佳龍的數字 還是湘西經濟部的數字呢 任何基本常識都知道嗎 每天煙囪冒那個煙 你們選這張圖不是很好嗎 每天冒這個煙 大家以前去台中 我以前在台中有一段時間工作過 天氣好晴朗無雲 結果現在你到台中去 到處就是在冒黑煙 他看了膽戰心驚 那這種謊 經濟部也說得出來 而且經濟部自己也跟環保署 他的說法是他的數據 科學數據這種東西 你都拿來說謊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台灣現在的政治氛圍 跟整個社會氛圍 就是只有一個 你只要講台獨 你就贏了 因為要台獨 貪污也行 因為要台獨 黑白說也可以 可是只要台獨你什麼都贏 為什麼 所以賴清德他才可以講 要台獨 然後最後又在那邊七轉八折 所以呢 國民黨立委許一仁問他說 照你的說法是不是要修憲 然後我們看賴清德怎麼講 許一仁怎麼問 委員長請問一下 你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嗎 目前在 目前我們 我們運用的就是這幅憲法 好 那我們有修憲的必要嗎 如果有的話 該修什麼地方 就是說這個社會在進步 國家在進步 那憲法呢 也應該要與時俱進 除了人民的權力的保障 或是政府的體制等等 我一直深信 社會進步到哪裡 那我們的國會 自然而然就會修訂到哪裡 你承認 這個中華民國就在台灣 或者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去進行修憲 去變更國土呢 那個是要看社會的共識 看社會的共識 因為我們的憲法修憲的程序 其實講得很清楚 最後必須要公民投票嘛 那在此之前是要立法院四分之三的委員統一才可以 所以漢婷 徐玉仁是問她說 如果你認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等於中華民國 那你是不是要修改憲法裡面 關於我們兩岸 我們的固有疆域 在這邊一定要先跟觀眾朋友解釋清楚 因為可能很多藍營的朋友也會覺得 他們捍衛的是中華民國 民進黨也捍衛中華民國 好像就是一樣了 一樣啊 很多人會這樣 對 其實不一樣 藍營裡面想的中華民國 跟賴清德的中華民國 最大的差異 就在我們憲法當中 有沒有認為兩岸同屬一國 有沒有承認中國大陸的歷史文化發展脈絡 這是很重要的區別 所以今天我們在問賴清德說 如果你認為中華民國 only只有台灣的話 要切割大陸 那你是不是要修憲 賴清德如果他是勇敢 有gots的台獨人士 就應該說 對 我們就是要修憲 可是他沒有這麼做 他幹嘛 推脫 打太極拳 說要等待社會共識啊 不拉不拉不拉 但其實我們就是在問 你如果堅定這麼做 你主不主張應該來公投 你有沒有推動公投的意願 好 但是賴清德又採取這種 迴避跟迂迴的方式 這就讓我們覺得呢 賴清德是非常的無所作為 台獨人士不能夠這個樣子 一方面就大大方說 我們要鼓動台獨 但是真正讓他去做的時候 他又沒膽 他又不走 他又退縮了 所以今天我們新黨也去 我們就去高等法院去告發賴清德 因為這件事情還不需要等待大陸或美國的回應 賴清德台獨的說法 其實就已經違反中華民國憲法本身了 他就是獨職 就是內亂 好 那麼在這個事件上 我們應該更加看清楚的是 在整個兩岸關係有三種角色 第一個是共產黨 第二個是台獨 第三是我們大多數的平民老百姓 所以今天我們說 如果大陸要去對付台獨的時候 我們老百姓就是主張和平 這不是投降 我們只是單純的和平呼籲者 所以今天如果賴清德 真的要發動台獨 他主張鼓勵大家來修憲的話 我們覺得好吧 那要修你就修 但是代價不要讓普遍的台灣老百姓來承擔 請這些台獨人士 請賴清德自己承擔 中華民國憲法 你是按照這個法律掌權的 你有任何條件跟資格不守這個憲法嗎 這個憲法就是承認 大陸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只是現在一個國家分裂了 請你記住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好 那兩岸現在有政治僵局 大家都承認 包括民進黨 從蔡英文以降 每個人都承認 陸委會的主委張曉月 還花了公關的費用 廣告的費用 做了一個動畫 然後把自己畫上去 我覺得綠色的官都好喜歡廣告他自己 然後說 交流不設限 越來越靠近 然後他說 水浮傳 誰無暴風 近雨時 守得雲開 見月明 要來互相勉勵 然後說 一經講 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久 游子祥 他就直接反駁 他說 那你就應該 抱著九二共識 就是因為 兩岸現在窮則變 才會變出一個九二共識 有九二共識 你就通 那你為什麼又要把九二共識給扔掉呢 注意哦 大陸的黨政學者鄧玉文他講 為了反制民進黨在兩岸問題上以拖待變 大陸最快可能在2019年會拋出路板的兩岸和平協議 而民進黨如果接招 兩岸就變成邁進了政治的深水區 而民進黨如果不要 我不接招 那就反正你是有台獨的意圖 到時候大陸啟動反分裂國家法等手段來解決台灣的問題 就會更具合法性 那馮氏寬不該批嗎 不該罵嗎 因為台灣現在的軍事實力跟大陸的軍事實力來對比 最起碼最起碼都已經是20比1的比例了 更況台灣可能連5%都不到 因為我們的民心士氣更低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還要再搞什麼 再搞下去嘛 董哥 張小艾最可憐 他以前是主張九二共識 馬正如時代 真的 但是現在 你在人在為了要這個位置 你當然要講這種話 那他可以不要這個位置嗎 有人拿刀逼他 他是職業外交官 那當然職業外交官很可憐 因為大家都知道職業外交官一定是 一定要忠於中華民國嘛 要不然你怎麼到海外去跟人家交涉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難處 他老公也是一個資深的職業外交官 而且人品人格也都很好 但是你在民進黨飛下 那怎麼辦呢 民進黨執政到現在為止 窮的人真的是越來越多 他看到你窮的時候 他就開始亂變 就像我們在講說 他的這個兩岸立場到底是什麼 一下跟你講說什麼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下又跟你講說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越變大家越搞不懂 越搞不懂就越不同 那民進黨最要做的就是這一點 就是你越不通 久了之後大家習慣了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